皇帝如何杜绝侍卫和妃子私通呢?方法其实很简单,一个制度是关键。 在中国古代,皇帝无疑是最高贵的一种职业,他们不仅手掌生死大权,甚至还能将天下美女都纳进宫中做妃子。 当然,这后宫三千加厉,皇帝注定不可能与陆军瞻的,甚至有些妃子一辈子见不到皇帝。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,难免有耐不住寂寞的妃子勾搭侍卫,那皇帝应该怎么预防呢? 首先,这些被选到宫中的宿位,在进宫之前都受到过严格的培训,专门有管事太监告诉他们,这个皇宫里哪里该去,哪里不该去。 就连侍卫偷看后宫宫女都是诸九族的死罪,就别说勾搭妃嫔了,在这样的情况下,侍卫们纵然是有贼心,也没有贼胆来实施。 不过,光靠侍卫自觉肯定是不行的。 毕竟为了美色,挺玩走险的人已捞一大把,所以宫中也有很多规矩约束这些侍卫。 第一,侍卫们的活动范围在皇宫的外围,而宫内主要是靠太监和宫女管理的。 第二,侍卫有专门的住处,也就是所谓的侍卫处,位置大概在上朝前面一些的地方,也就是说侍卫不可能见到后宫妃嫔。 第三,侍卫们一般以十万人为一组,如果有人玩失踪,那侍卫统领就会派人去找,找到了就是个死。 还有一个关键制度,那就是皇帝在何时和地宠姓妃子,管是太监都是要记录的。 妃子怀孕时间如果跟记录本上的不相符,想也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。 这个制度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妃子和侍卫斯通的仇事,如果你好久都没有受到皇帝宠姓了,却突然大了肚子,怎么也说不过去吧。 不过上述这些办法虽然看起来很可靠,但也不是万无一失的,否则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宫廷密室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